明确地记载了大陆的人 到过台湾的时间 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国的时候 那么以后一直没有断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 郑志龙 严思奇 他们就要经历台南附近 在北港就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康熙24年 最早的台湾复制记载 严思奇和郑志龙 早在明朝天启元年 也就是1621年 就囤居于台湾 王岗太盛宫里 已曾特别的神像 保留下那段历史的印记 今天的许多学者认为 这个当年叫做王岗的地方 才是台湾最早的汉人区集区 严思奇和他的接班人郑志龙 是这里的统治者 而建立这个台湾大本营的幕后推手 是李旦 李旦从1615年开始 就已经在王岗建立了 他的贸易据点 所以李旦 严思奇 郑志龙 这些人就在河南到达台湾之前 早期开发台湾的一些 重要的闽南商人 中文字幕志龙 原来是《闽南商人》 李旦未经认为 宫山宇人的区术 《闽南商人》 《闽南商人》 这一场战斗郑志龙是获得的大胜 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击败欧洲的强大的舰队 从此他成为真正的台湾海峡的霸主 汉人死亡人说是三四千人 也就是五个汉人就一个人被杀害 其被镇压了 但是荷兰人在他们的统治里面进入了默契 也能遇见